历未记 第23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我指定的节日 就是耶和华指定的节日 你们应当召集圣会 六日要工作 但第七日是完全休歇的安息日 应当有圣会 什么功你们都不可做 在你们的一切住处 这日是归耶和华的安息日 以下是耶和华的节日 你们在这些指定的日期 要召集圣会 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 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这月十五日 是耶和华的无效节 你们要吃无效饼七日 第一天应当有圣会 什么劳碌的功 你们都不可做 这七天 你们要每天献火祭 给耶和华 第七日应当有圣会 什么劳碌的功 你们都不可做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 收割庄稼的时候 要把出手庄稼的一捆 带到祭司那里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摇和捆 在安息日的次日 把他摇一摇 使你们蒙悦纳 你们摇和捆的时候 要把一只一碎 没有瑕疵的功名羊 做梵祭献给耶和华 铜线的素祭 是调油的细面两公斤 献给耶和华 做新香的火祭 铜线的电祭 是一公斤九 无论是饼 是烘过的骨粒 或是心碎子 你们都不可吃 只等到你们把神的贡物 带来的那天才可以吃 这要在你们的一切住处 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 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 把和捆带来做摇祭那日起 计算整整七个星期 到第七个星期的次日 共计五十天 那天 你们要献新的素祭给耶和华 要从你们的住处 把两个饼带来做摇祭 每个是用细面两公斤 加酵烤成的 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 你们要把一岁 没有瑕疵的绵羊糕七支 供牛犊一头 供绵羊两支 做献给耶和华的繁祭 他们和同献的素祭 奠祭 是献给耶和华 做新香的火祭 你们又要献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两只一岁的公民羊 做平安祭 祭司要把这些祭物 与出熟祭的饼 一同做摇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这些是耶和华的圣物 应归给祭司 在这一天 你们要宣布 这是你们的圣会 什么劳碌的功 你们都不可做 这要在你们一切住处 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 你们收割你们的庄稼的时候 不可把角落的谷物搁进 也不可拾取你收割时 一下的 把它们留给穷人 和寄居的外人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七月初一 你们必须完全休歇 要吹号筒做纪念 应当有圣会 什么劳碌的功 你们都不可做 你们要献火祭给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七月初时是赎罪日 你们应当有圣会 要刻苦己心 献火祭给耶和华 在这一天 什么功你们都不可做 因为这是赎罪日 要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面前 为你们赎罪 在这一天 不刻苦己心的人 必从他的族人中被剪除 在这一天 做什么功的人 我必把他 从自己的族人中间消灭 什么功你们都不可做 这要在你们的一切住处 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 这是你们完全休歇的安息日 并要刻苦己心 从这月初九晚上 到次日晚上 你们要守安息日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七月十五日是祝鹏节 要在耶和华面前 守这七天的节旗 第一天应当有圣会 什么劳碌的功 你们都不可做 这七天 你们每天都要献火祭给耶和华 第八天应当有圣会 要献火祭给耶和华 这是集会的日子 什么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以上是耶和华的节日 你们应当召集圣会 照着每日的规定 献火祭给耶和华 就是凡祭 宿祭 平安祭 和奠祭 此外 还有耶和华的安息日 你们的贡物 你们的一切还愿祭 和甘心献的祭 这些是你们当献给耶和华的 又在七月十五日 你们收了那地的出产以后 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 第一天要完全休歇 第八天也要完全休歇 第一天你们要拿果树的莓果 棕树枝 茂密的大树枝 和西边的杨柳枝 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天 你们每年七月 要守耶和华这七天的节旗 这是你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律例 你们要住在棚里七天 以色列所有的本地人 都要住在棚里 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 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 曾经使他们住在棚里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于是摩西把耶和华指定的节日 告诉了以色列人